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说到你找不找北了 我为什么要找北 我要指南 你老公就是活生生的好男人指南 我全凭义己之力 带着咱们全家实现了消费升级 咱们家整个月升了一个阶层 你知道这有多难吗 你说你老公厉不厉害 从看房到买房 从打包到搬家 你出什么力了 还凭你的一己之力 凭你的一己之力 你连家门都找不着 你连卫生间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你今天晚上就得睡在你的呕吐物上 知道吗 盛江川 我跟你说话呢 你起来我还没套完被子呢 这凭你的一己之力可拉不开呢 这还是电动的呢 这全都是凭我自己的一己之力 装上了呢 为什么呀 卖床联的不管装啊 你装什么装啊 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 你说 咱们家消费升级 阶级月层 全是凭你自己的一己之力 你一个人的功劳 我说这话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我怎么能说这什么话呢 这不可能 你说了 我真说了 是 那我肯定是喝多了 我那是胡说八道呢 你 不是说那个酒后才吐真言吗 盛江川 你不会借着喝酒这劲 把你想说的都说了吧 不是 那个咱们家这么多年里里外外 全靠你 这才是我想说的 要说谁有功劳 那也是你有功劳 对不对 你也别什么功劳苦劳的 咱们家不搞那一套 这婚是我自愿接的 孩子也是我自愿生的 选择在家带孩子 这个决定也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你也不用给我戴什么高帽子 但是 你也不要把你的优越感 在我面前显辈来显辈去 平等 明白 明白明白 老婆 我昨天就是喝多了 让我心里去啊 他就不能少喝点吗 少喝少喝 别看那个麦 盛堂还在睡觉呢 老婆啊 这男人啊 以后喝完酒吹油皮的话 你不能当真 我还真就没当真 凭你的一己之力 咱们踮着脚买了一个两居室 对吧 我觉得啊 如果你选择在家带孩子 我出去工作 说不定咱们现在都买了 四百多平米的房子呢 那是 我老婆是谁啊 我老婆要出去工作 我们肯定能住上四百平米的房子 不是 这不是还有一屋呢吗 这怎么就是两居了 明明是个三居啊 那屋又黑又小你住啊 不着急 咱们慢慢来 大房子早晚能住上 做投资这行呢 就是要野心够野 给自己定一个足够高的目标 时刻保持这饥饿的嗜血状态 神经病 老婆 昨天晚上光喝酒没吃菜 咱早饭吃啥呀 你不是能力强吗 那你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 做一顿吧 我不是都承认错了吗 这事还没完啦 优优独播剧场——zus